另一个要介绍的是台北艺术节的不可言说的真实 已故的美国才女苏珊桑塔格 她被认为是西方最受瞩目却也最有争议的作家 古民生等等台港四大乐舞名家首度合作 透过舞蹈音乐剧场要深入桑塔格的私人日记 感受到她真实近乎残虐的模样 最开始我读这个苏珊桑塔格的时候 我所看到的全部是很理性的一面 因为她最出名的一本书就是《论摄影》 那《论摄影》其实是有很多批判性的 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到有两本她的日记 那两本日记一出现之后突然间 我们就发觉到说 她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而已 而且普通道她里面那个矛盾 其实跟一般的人没差 我们四个人也是她 也不是她 古民生 梅卓燕 李国元 梁小卫 台港四大乐舞名家以剧场形式 重新解构美国才女苏珊桑塔格 这是台北艺术节的节目不可言说的真实 我们提供一个我们看苏珊桑塔格的角度 也许一般人看到是她的强势 她的聪明才智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 某一个阅读她的过程里头 我们找到跟她有相应的地方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翻译这个日记 四个月舞名家各自诠释自己眼中的苏珊桑塔格 不同的人生阅历加上跨领域的合作 可能发生的磨合与冲突 都因为超过二十年的私交 而转化为默契与互补 因为就是认识很久 就是那个默契不完全是说 就是你迁就我迁就你 是完全知道说互补 就是我们都知道互相的优缺点 然后都知道怎么样去 让另外一个人的优点 可以尽量地发出来 然后互相弥补一下 自己不好的东西 我们四个人年纪在一个特定的阶段 好像对于她 特别是到了成名之后 她的一些际遇跟生命中的遭遇 比如她生病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更能感同身受 两大编舞加发挥 与舞蹈与会说故事的功力 声音表演者梁小卫 除了透过声音表演传达情绪外 也得记下舞步与走位 刚刚最后有一段 是我拉着步一直唱 只是那种的动力 会让声音的质感改变 你里面有什么想法 你是什么情绪 身体就会那种带动 其实会影响整个唱出来的感觉 同样的音乐家黎国渊 是一个很大的自我的突破 这整个工作模式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等于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整天就一起排练 那我们从事古典音乐的 都是自己练 练好了再一起合作 然后几次就上台 以音乐舞蹈剧场 揭骂美国才女日记里的秘密 揭露女强人生前外界 所不了解的温柔与软弱 看见不一样的苏珊桑塔格 那你 Higher